大家好,我是梁希 原來4月1日的垃圾徵費已經延遲到今年8月1日開始 但很多市民都不太理解為什麼會有垃圾徵費 其實垃圾徵費的立法原意 就是希望我們可以源頭減費 而且污染者致富 我們的立法原意並不是想加費或者加重負擔 而是希望要減費是廢民的費 所以接下來這幾個月由現在去到8月1日 我們希望特區政府可以加強相關的解說工作 固然我們希望去到地區前線去做一些解說的講座 但是與此同時有些市民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究竟可以去哪裏問呢 我們期望現在在很多地鐵站的一些服務諮詢站 即是現在在幫市民去解決易通行的這些服務諮詢站 是可以全線轉為去做這個垃圾徵費的諮詢站 讓市民知道究竟不同的情境是怎樣去徵費 以及怎樣去配合這個法律 而與此同時我們如果要源頭減費的話 更加是很重要的 肯定是要懂得怎樣去做垃圾分類 現在其實很多市民都不太清楚 究竟薯片的包裝是否可以回收 究竟我們紙包飲品是否可以回收 加上我們的快遞的包裝是否可以回收 都未清楚 所以這些問題我們都是要搞清楚 亦都是讓市民有一個渠道去理解 才可以讓8月1日順利實施我們的垃圾徵費